提起最受国人喜爱的韩国演员 想必多数网友下意识就会想到选宾孙一真夫妇 自从两人合拍作品爱的迫降之后 不知被多少观众视为最甜腻的荧幕情侣 从官宣恋记到携手踏进婚姻 再到如今孙仙怀上神韵 似乎每一部都在按照粉丝们设想的人生轨迹发展 毫不夸张的说 甚至有些言情小说也写不出这般恩爱甜蜜的剧情 而最近网上也是出现惊天大光 有网友意外发现 疑似选宾孙一真的身影现身医院 紧接着就有网友爆出 孙一真生产时间与宝宝性别 那么这里面究竟有这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慢慢给大家分析 诸所周知 孙一真已经于两个月前对外官宣了怀孕的好消息 而据网友透露 孙一真到现在可能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 交往官宣这个消息可能是为了宝宝好 毕竟宝宝在前三个月的时间里还是相当脆弱的 由此可见 孙一真还是十分重视对自己孩子的保护 而且从怀孕到现在四个月的时间 也是宝宝显怀的日子 对于孙一真这样一位已经40岁的女星而言 能够在这半年纪怀伤宝宝 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按道理来说 孙一真近期应该会踏踏实实在家养胎才对 可以像显不住的她 却没有因为怀孕而暂时放弃所有手头工作 据还没爆料 孙一真运前接下的影视剧项目虽然都已暂停 但广告片的拍摄却依旧提在日程上 今日她便现身首尔当地一家影棚 工作之余 还顺便与众多工作人员拍摄了一组合影 根据照片可以看出 怀孕四个月之后 亮相在风格上依旧保持不变 注重气质上的表达 在活动当中 身着白色脸衣裙 整体的线条表达流畅 常规的白色裙装达到了风格上的突出 有韵味的释放 呈现出女性的温柔与直性 在正式场合当中 选择的白色裙装满足了得体性和端床性 而且怀孕后的孙一真 在气质体态方面依旧状态很好 可以看出她和选宾的混合生活 真的很幸福 同时 据现场人员透露 在拍摄途中 孙一真妆容淡雅 也放弃了土指甲 工作间隙与同事们聊天 也是几乎三句不离宝宝 一边寻找运气的注意事项 一边分享怀孕之后的感悟 脸上是不是洋溢者幸福的笑容 显而易见 小生命的到来 对孙喜而言 可谓是人生头等大事 从曝光的照片中 不难看出 四个月的时间过去 孙一真的小肚子已经慢慢隆起 侧身时油温明显 除此之外 或许是太过在意自己的运度 孙一真全程都在下意识地 用双手护着小腹 从照片上来看 孙一真的运度已经很大了 快要升级到妈妈了 孙一真很享受这个感觉 孙一真把手放在运度上 保护着宝宝 我爱泛滥了 有网友在评论区 评论起了孙一真 这是怀孕多久了 网友们对这方面还是很好奇的 看孙一真的运度 做了起来 有网友根据自己的经验 觉得孙一真怀孕四个多月了 有人不认可 觉得是不止四个月 有可能是五六个月了 其实这个从运度上看不出什么 有些人显怀 有些人去不显 可难得可贵的是 孙一真目前的状态 与很多孕妈不同 除了脸颊两侧 稍微有些胖糊糊 以及小肤的变化之外 几乎看不出丝毫浮重的感觉 手臂双腿 嫌细修长 显而易见 孙先生在身材管理 以及护肤保养方面 确实是一把好手 值得一提的是 孙一真在演艺圈 有一群闺蜜好友 在她公开怀孕喜训当天 今年四月份 刚升格新手妈妈李真贤 雨段玄机的留言提到 跟我们祝福李真贤的女儿小明 是熟虎的朋友 似乎暗示孙一真怀的是虎宝宝 预产期将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生产 依赖网友一阵猜测 目前李真贤上 KBS2节目Come Back Home 主持人恭喜她 近四个月气色相当好 也巧妙问道好友孙一真 应该也快升了吧 李志贤技巧回答 孙一真自己做得很好 孕妇补充一样食品 值得很重要 虽然没有正面回应 但李志贤的大爆料 证实了孙一真 在跟她老公度蜜月时 也跟着去玩 当足了电灯泡 闺蜜之间的好交情 也让网友超惊讶 直呼不可思议 李志贤还透露 闺蜜之间有个群组 当孙一真与选宾 要到美国旅行时 也曾询问她是否要一起去 因为当时是运气的 最后一个月 所以无法一同前往 她说很遗憾 如果不是马上就要临盆 我就一定跟着去 与孙一真 频频现身工作相比 反倒是选宾 近期的曝光率明显下降 据她身边的友人透露 自从妻子怀上孩子之后 选宾便把手头工作 全部放在一边 一门心思在家 照顾孙一真的饮食起居 想当初 孙一真与选宾的爱情 从剧中找到现实时 许多英明 甚至一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这个结果 令无数人期盼已久 但真真切切发生的时候 却是有种梦幻的感觉 最后还有网友爆出 在医院看到一次 选宾孙一真的身影 由于距离太远 看不真切 据这位网友透露 在身材形态方面 像是选宾和孙一真 但具体事件真假 依旧不得而知 虽说消息现在依旧 处于模棱两刻的地步 但很多韩国网友纷纷表示 选宾孙一真孩子性别 可能已经被知晓 同时也有网友 根据孙一真前段时间的动态 进行了孩子的性别分析 根据前段时间 孙一真在因此上 发布的苦练厨艺的成果展示图 为此就有中共奥通路 孙一真肚子里的孩子 极有可能是一位可爱的小公主 因为根据中医理论 酸二辣女却有实据 女性在怀孕一个月后 会喜欢酸辣等口味的食物 还会出现食欲下降 对气味敏感 是酸或是辣的现象 而观察孙一真发布的 食欲美食照片不难看出 在食物的品项上 孙一真还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而且很多食物看起来 都处于偏辣的程度 所以非常有可能 是一位可爱的闲女宝宝哦 不过在本人看来 酸二辣女本就没有科学依据 岳父的饮食喜好 也与生男生女没有丝毫关系 所以孙一真肚子里 究竟是小公子还是小公主 还得看他们给我们的嘴心通知 如今 大家纷纷期待起了 孙一真和选宾的孩子 到底会长什么模样 但无可争议的是 有这样两位 堪称颜值天花板的父母 孩子将来的容貌气质 一定不会差 不难想象 当宝宝降生之后 选宾孙一真 无疑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美满 夫妻关系恩爱和睦 属实是活成了 无数人最理想的样子 不过 不管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 这都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喜讯 孙一真和选宾这一对 从合作拍戏 恋爱 结婚 蜜月 再到迎来小生命 整个过程 简直比最梦幻的韩剧 还要唯美 不管是从以前就一直 希望他们在一起的粉丝 还是偶尔会听到 他们小喜的吃瓜权重 都沉浸在这份美好里 无法自拔 谁不爱帅哥美女 甜蜜的现实童话呢 最后 祝愿小生命 能够平平安安的 来到夫妻俩的身边 同时也希望 选宾孙一真 能够再接再厉 把这份恩爱 一直延续下去 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书写 这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对此 我要我们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再见